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十分古老的弹弦乐器 可分为握空侯 树空侯和凤手空侯三种形制 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隋唐年间 空侯受到无数赞誉 统治者爱之如宝 不予流传于外 仅速服起在民间的发展 加上空侯本身制作演奏的复杂性 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失传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音乐工作者和乐师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他们根据古书记载和古代壁画图形 试制空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一种新型的艳筑空侯被研制出来 其结构完善科学 被推广于空侯音乐实践中 其实我对空侯的热爱 我觉得因为当时学习的时候非常小 更多的时候是从一种感官 听觉上 对他的一种喜欢 因为他的这种造型非常的优雅 然后非常美 也很神圣 在舞台上非常有舞台感 然后声音上也非常的通灵柔和 鲁鹿 中国音乐家协会空侯研究会秘书长 国宝级的空侯演奏家 中国空侯领军人 金鱼空侯艺术 在空侯演奏与学术研究上 都有着非凡缠久 被誉为中周才女 当代礼品 现任剑网三空侯艺术顾问 15岁的时候接触了空侯 那会儿我12岁上的 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那么那会儿刚好赶上 我们中国的当代的空侯创始人 叫崔军之教授 在80年代的时候 把空侯创始出来了之后 去到美国 80年到2000年 这20年的时间 它创始出来之后就断代了 没有人在国内传承空侯 他到了2000年 从美国回到国内 他找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说不行 我必须要把这个空侯 这件事情给它传承下去 我希望能找四个苗子 那么我就是这四个苗子 其中之一 从现在来说 我应该算是这四个苗子 这十几年来 唯一一个坚持下来的 空侯这个乐器 我们真的是追溯它的这个年代 可以追溯到非常久 出土在新疆 在96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它出土的 这个空侯的这个残片 是2700年前的 但是呢 我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 就是根本没有它的乐谱传承 没有乐曲传下来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当代的 空侯人传承者 就是一个非常苦恼的一个事情 我们就要建立我们当代的 空侯的乐曲的体系 那么在这些年呢 我也一直在约稿 一直在去找一些作曲家 然后请求他们来配合我们 然后去为空侯创作 除了这个层面上 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种 流行的 通俗的 好听的 就像我们建网三里边的 七秀坊这首音乐 我觉得非常好听 然后前两天把它改编 然后弹了一个空侯的版本 那么空侯呢 这件乐器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 从木工这一块 它的框架 它就要保证 它的乐器的一个支撑和一个稳定 它是一个倒三角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种旋码 那么这个72旋的空侯 相当于就是 左边36旋 右边36旋 左边和右边的空侯的 这两根琴弦是同音 那么这个也就产生了空侯的一个 非常具有它自己独特效果的一个 就是我弹右边的琴弦 然后对左边的琴弦进行荣雅 它有中国的韵味的那种 云荣雅碳的那种特效出来 这个就是空侯的一个 极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特别善于 演奏一些辅调的东西 那么在这样的同时 它也就大大的加大了 这个乐器的一个制作难度 一个这么好的民族乐器 为什么这么小众 为什么知道的人那么少 恰恰它又是那么美 完美的一个乐器 在我看来 弊端在于它的诗传 有三百多年 从历史渊源来讲 它属于一种断层 没有被更多的人知道 它的前景 因为它小众 所以它有更广阔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 近几年的传统文化 有一种回归 那么中国的民族乐器 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空侯也是一个 有着中国几千年来的 一个深厚底蕴的一个 国宝级的一个乐器 那我们怎么去传承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课题 也是应该我们去思考的 所以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去普及 空侯的一个教育 怎么去普及 就是说 我首先要从全国各地 各省市选拔出来一批优秀的 具有音乐基础的一些老师 本身他们也就是老师 把他们吸收过来之后 对他们进行一个 空侯音乐的一个教育 他们到自己的各地 那么就会成为当地的 去传承空侯的 这样的一个传承者 这些年呢 我也一直在做一个 空侯娃娃团 这个空侯娃娃团呢 是在0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效果非常好 空侯娃团是唯一一支 登上这个央视的 风华活跃这个栏目的 少儿的一个团体 我觉得孩子就像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我觉得真正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是在为他们铺路 比如说喜欢玩游戏的孩子 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能关注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果有一些这种 空侯的一些植入 你弹这个乐器 同时也能感受到 这种乐器的一种魅力 我觉得也会非常好 那么我今年和咱们 游网三去合作 这个网游音乐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推动 这一批人是有信仰的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 坚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传统文化 并不一定要用 传统的方式去推广 而是应该用最新颖的 一个方式 让大众最快的速度 来知道它 了解它 然后让它有一种亲密感 说白了就是要接力气 那么这次我也非常感谢 这个游网三把空侯这件乐器 设置在这个游戏里面 而且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漂亮 我非常期待我们这次的合作 的一个成功 其实我觉得无论做任何事情 它带着正心正念 都会把它做好 我想我会带着一颗担当之心 和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 美丽的空侯 中国梦 我爱空侯 空侯英语宽广 英色清澈 有一种空灵唯美 又不失大气的情调 它千古不灭的生命力 象征着浴火重生的凤凰之魂 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翱翔于四海之外 天下安宁 盛世之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